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到朋友的店里 淘宝寻证,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什么新的宝贝 一进到去就看到有木雕 蛮漂亮的木雕 它雕的是花 吉祥的花朵 牡丹 还有你会看到凉蕾的服装 蛮漂亮的 这个凉蕾的服装的话,如果穿在你身上 显得非常促重 蛮有气质,你看它的设计 服装的设计就是要展现女性的身材曲线 这里的木雕也是蛮多的 它放在这一堆的话 起码有五六十个 你看,它的木雕来讲 蛮古色古香 因为它雕的也是迹象物 有花鸟、虫 最常见的就是 有凤凰 然后有龙的雕 然后有那个古朴的人物雕工 都有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从那个物质 旧物 老物的那个窗口和门 门边那边拆下来的 而且它充满了 那个 一个文化的艺术的味道 你可以看到它 气上那个金色的那个气 然后蛮 蛮漂亮,闪闪发光的 我手上拿住的这个木雕 雕上了季香花卉 和一个宝马在飞腾 这个可不是新东西哦 它是从一个古墓的老门上拆下来的 当然咯 这个木雕来说呢 它不是硬木,它只是软木 它是修木 手工雕的也是蛮精细 然后在油上一层金色的气 显得非常美丽 你会看到有一只木雕 狮子 这个狮子的功用呢 是拿来乘坐 那个门面上的排点的 通常是一对 然后是左右 一边一致 现在我手拿住的是 凉耳鞋咯 这一对凉耳鞋来讲 你看它做工哦 它是用刺绣的 它用串那个竹面 然后绣在那鞋子上面 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绣工来讲 也是非常的精细 它绣的那个 竹呢 是一粒一粒串上来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绣的是牡丹花叶 然后这些都是 蛮漂亮的 这些都是全手工制作 蛮耗时间的 这些鞋子呢 穿在女性的脚上呢 是非常的美观的 朋友这间店呢 也是开了 整十多年了的 很多人呢 也将他们的旧物啊 文物啊 不要的老货啊 拿来这边给它寄卖 它是收起用金制度的 比如在你卖一个来讲哦 它收起18%的用金咯 现在手上拿住的是一个包包 这个是一个刺绣包包 刺绣呢 很诗心画意 绣的是良亭花草树木 这个包包呢哦 拿在手上很适合那些 这种旗袍打扮 它是厂商的女性 拿着出门有一种高贵的气质 这里呢 也有贩卖那些 旧的杂志 跟旧的照片 之前有电影和电视剧来 拍剧来这边 租借它的那些道具 因为这些都是 有一段历史的物品 所以你装饰来说呢 适合那个场景的话 就用得到 看看 这么多子母双丝 这些泰斯烧宝 你看他们的造型 多么美丽可爱 当然它这边的卖家也不是很贵 这些泰斯烧宝呢 好像在说 你们谁要请我回去哦 这个就是宝物的呼唤 宝物在等待它新主人的出现 看我手上拿的这一只哦 比较大比较熊门 这一只呢 是从门楣上拆下来的 你看它下面有两个洞 将那个门楣插上去 一边左右一只的话哦 你会看到很有气派 这只的雕工呢 就比较复杂 而且呢 是比较大致 的样子哦 看来比较熊门哦 所以我问一下我的朋友 这个卖多少钱啊 他就讲那个价钱哦 就比较贵咯 不过我是没有买 那是看看罢了 你看它这边还有两个 青花丸跌在一起 这两个青花丸呢 都是景德镇出产的 不过不是很老 也不算是老货 因为只是七十到八十年代 这些狮子木雕的年纪呢 比它还老啦 因为这些来讲 很多 某些来讲是老物拆下来 某些呢 又是从那个古庙啊 拆下来的 这边上面摆住一个君池 不过就是这本风味的君池 君池上画了大红花朵 和花椰文物 网上看呢 你会看到有 一些那个清花区 一个是那个观音坪 观音坪来说呢 这个清花时期不是很久 只是二三十年 然后旁边有两个那个盖缸 盖缸呢 他是清花时期 Kitchen Chin Kitchen Chin 来讲他是有一个二年代 接近有整百年的历史 这也是娘儿家族哦 有用的 拿来装粥啊 装 装汤啊 都有了 这里也有卖几十年前哦 那个加菲 咖啡色 茶色里面 呃 所用的那个加 咖啡杯 跟咖啡碟 呃 什么瓷器啊 什么色种 都有人会喜欢 呃 我也是在 某些杂志看到 比如讲 呃 一个中国出名的排球教练 他喜欢专门收那个咖啡杯 收了几千个 可以说咯 鲜衣百菜 各有所爱 秋货老货 古玩杂像 都有他自己的市场 我手上拿的这一只金丝木雕 是不是很可爱 呃 这种木雕呢 放在这边来讲他卖的价钱也不是很贵啦 很快就有人买完的啦 这些金丝小可爱木雕你们会喜欢吗 如果喜欢就写在评论下面咯 让我知道一下 有写的话就证明你们有看咯 看这个戏看到我看到完咯 没有写的话就证明你们没有看完咯 只是应酬我完了咯 不等下罢了啦 不要放在行上咯 好啦 影片就死结束啦 谢谢你们的观看